增强团队的工具 5月我读了一本书 Supercharged Teams Thirty Tools of Great Teamwork 作者Pam Hamilton 出版于2021年 这本书是关于团队如何更好的合作 它提供了你可以使用的实用工具 通过读此书 我找到一些可以提高自己的领域 有些方法也可以帮助我带领或所属的团队 书本分12章介绍了出色团队合作的30种工具 根据你的具体问题 某些工具会比其他工具更好用 每章都以你将在本章中学到什么作为开头 你可以根据这些总结选择你想学习的工具 我个人觉得以下工具很有用 工具1 组队还是不组队 你真的需要一个团队吗 作者说 我们倾向于假设每个问题都可以由一个团队来解决 但如果没有合适的人 方向和领导 团队可能就是在浪费时间 即使你正在从事一个伟大的项目 团队合作也可能比单独工作更慢 更令人沮丧 你可能会把时间花在与其他人辩论上 而不是在完成工作上 这可能会减慢你的速度 并削弱你的影响力 如果你的工作可以由一个人完成 就不要组建团队 我的反思 我也有过有时单独工作会更快 更高效的经历 例如 我先开发一个最小可行产品 再受到认可后将其移交给团队进一步开发 请注意 不组建团队并不意味着你不跟别人合作 你仍然可以寻求他人的帮助 意见和反馈 有时你可以组建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团队 除非必要 不要组建大团队 工具四 时间表记录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并停止浪费它 作者说 如果你正在努力为你的团队寻找足够的优质时间 你需要记录你的时间花在了哪里 如果你花时间做时间表 保证可以节省你的时间 一 记录你在日常工作周中花在不同任务和会议上的小时数 二 将它们按时间排列 把花费最多时间的任务排在最开头 三 根据每项任务对你实现主要工作目标的帮助程度 对它们的影响和重要性进行颜色编码绿色 直接帮助我实现我的工作目标 橙色 重要但并不总是对我的目标有直接贡献 红色 不能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 或者占用我的时间来实现我的目标 四 制定行动计划以减少红色任务 管理花在橙色任务上的时间 增加绿色任务的时间 我的反思 作者分享了一个时间表的例子 让我得以反思我做的好的地方 以及我可以改进的地方 例如 我有一个任务列表 每天为每个任务分配时间 但我没有对每项任务的影响和重要性进行颜色编码 我在日历中预留午餐时间 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统计同事共进午餐 今后我可以选择不同部门的不同团队成员一起午餐 我整天都在查看电子邮件 今后我可以将检查电子邮件的时间限制在上午一小时和下午半小时 并且只回复重要的邮件让我的团队成员去回复其他邮件 我与一些团队成员进行一对一的会面 但不是很频繁 我应该优先考虑这些会议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了解他们的进展和挑战 以便更好地支持他们 工具13 项目计划为你的目标创建路线图 其中包括你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里程碑以跟踪你的进度 作者说 也许你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团队中并且你的项目也没有大风险 但是 你确实有机会通过考虑你到达目的的过程和你可能面临的挑战来让过程更有 你可以更好计划如何达到目的 创建项目计划有四个阶段 一、清楚地定义你的目的 二、考虑你可能面临的挑战 三、计划到达那里的路线 四、确定里程碑和路标以跟踪你的进度 我的反思 在数据科学团队中 我们在规划方面做得很好 对于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甚至按周或按天进行计划 但我确实看到 在早期阶段 我们可能需要密切跟踪进度 注意在过程中看到的给你警告或鼓励的东西 工具十四 加速和反思 创建一个时间表 对行动进行优先排序 并包括反思和完善的时间 作者说 要使用这个工具 看看你设计的项目计划 想清楚哪些地方可以加速工作 为事后反思提供空间 通过尽早加速工作 你可以创造反思 学习和适应的空间 一些团队成员 在有时间思考和反思时工作得最好 而不是不断地推进行动 我的反思 大多数时候 我们在完成一个项目后 才总结经验教训 今后 我会要求我的团队 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规划反思时间 如果你也读过此书 你学到了些什么 我需要我们在做项目的 可以的 而不是不断地推进行动 我可以的 并不能放在那里 所以我可以用你 并不能放在那里 感谢观看